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读在一幅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昨天我们看到救恩在个人身上带来的祝福和恩典 那么这样的救恩其实也建造了一个新的群体 我们来看上帝的工作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隔离的 这个你们就是指非犹太人 然后外邦人包括了我们 你们从前按肉体 这里的肉体跟前面放纵肉体的私欲 是不同的意思 前面那个放纵肉体的私欲 那个肉体是堕落之后自我中心的人性 这里的肉体真的就是指身体肉体 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什么意思 犹太人会受隔离 外邦人没有受隔离嘛 所以这里要表达是说 对犹太人来讲 我们是没有受隔离 那隔离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 所以这个隔离的记号就是与神立约的记号 那犹太人有一个这样的记号 但是我们没有 是称为没受隔离的 这名原是那些平人手 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 称我们是没受隔离的 那是谁称我们呢 是受隔离的人称我们 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说 你们是外邦人是没有受隔离的 可是保罗用很特别的形容方式去形容这些人 这名原是那些平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 要强调的是 他们也只是在身上受隔离而已 这个隔离就是割除男性生殖器官的羊皮 保罗要强调是肉身上 其实他们心里没有受隔离 什么意思呢 就说虽然他们是被上帝拣选的 上帝与以色列百姓立约 以色列百姓要受隔离 但是他们仅仅表现在身体受隔离 他们的心没有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的敬畏跟信号 所以保罗也是讽刺的 虽然他们有受隔离 不过也是一样 对上帝没有真实的信号和敬畏 但是这个有没有割离 基本上它还是有差别的 怎么说呢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什么意思呢 在整个旧约 我们就读到上帝的宏大叙事 有没有受割离 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还是有关系的 所谓的受割离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利的约 上帝拣选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 后来成为一个民族 成为一个国家 上帝拣选以色列 为的是要借着以色列去显出他的荣耀 他的大能 上帝在这个民族 在这个国家里面工作 使这个国家他们有律法 所以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这个国家因为被分别为圣 敬畏神 所以活出那个圣洁 使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民族看见以色列 他们就想要来认识这位神 这是原本上帝的心意 所以这个割离 它本身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 以色列民族被上帝拣选 是与基督有关的 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来降生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就是我们本来是与基督无关 那就不得了 我们前面看到所有的属灵福气 都是在基督里 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够得盟救赎 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去得着这一切的应许 与基督无关 代表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失去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前面我们说了 上帝拣选以色列民主 那这是神与他们立约 特别拣选的一个民主 可我们那时候不是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我们旧约读到各样的应许 神向以色列百姓所发的应许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神 没有永恒的盼望 没有救恩 我们活在世上到底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们在困难当中还能有什么喜乐 还能有什么盼望呢 是没有的 没有指望 没有神 我是完全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里有五个角度来形容 我们过去的光景 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十三节说 你们就是外邦人 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我们现在竟然得以清净神 是怎么样呢 是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我们与基督有关了 我们现在是在整个新人的里面 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度 属神的国度了 所应许的诸约是跟我们有关的 我们活在世上是有指望 我们有神 而且可以坦然无惧的到 世恩宝座前 那这个这么大的转变 是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他的血 得以清净 那么十三节这里还提到一个概念 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提到呢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死 不单指身体的死 更是灵性的死 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 是随从今世的风俗 而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 就是顺服邪灵 我们放纵肉体的食欲 就是我们面对神没有反应 甚至我们是轻蔑抵挡的 我们是远离神的 我们远离神 我们违背神 我们喜爱罪恶 在这样的光景底下 上帝来清净我们 我们是得罪神的 我们是背逆神的 按理说我们得罪神 应当是我们 努力的要去修补关系 我们努力的到神面前 求神赦罪 求神怜悯 可是我们已经死在过犯 最后之中了 我们说不是宰父宰臣 已经是一具尸体 所以神在极大的恩典 和怜悯底下 祂自己来找我们 按理说我们是得罪神的 应当是我们主动去和好 可是相反 现在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 主动要来跟我们和好 然后要跟我们亲近 要跟我们建立一个 很深刻的连结 而那个代价是什么呢 靠着祂的血 使耶稣基督的血 使得我们可以与神亲近 这是极大的恩典 是我们不配得的 因祂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为一 小字是 因祂是我们的和睦 其实差不多意思 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靠着祂的血 犹太人与神亲近了 我们也与神亲近了 那么我们就合一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意思是 本来两边是互相敌视的 犹太人就是瞧不起外邦人 认为外邦人不洁净 外邦人就是等于是狗 那被瞧不起的外邦人 会不会不舒服 当然会 就会觉得犹太人很过分 很讨厌 所以两方面是水火不容的 对于犹太人来讲 他们是错读了律法 分别为圣 意思是我们自己要过的圣节 我们得要求自己成为圣节 而这个圣节的目的是要使 其他的外邦人 可以有一个羡慕 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节的 不是说 后我们有上帝 所以我们是圣节 我们就去瞧不起 这些外邦人 他们搞错了 那所以这个两边就造成了 很大的张力 现在两项就是 犹太人跟外邦人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我们知道在圣殿 耶稣那个时代 有所谓的外邦人院 隔开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 中间进到圣殿的这个路 外邦人只能够在外邦人院 中间是有墙 围墙隔起来的 这里要讲的是 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了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这里的规条 当然包含在律法上 所有指控我们的罪 特别在这里指的是 所有仇视 排斥外邦人的规条了 我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行人 犹太人跟外邦人 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都成为基督徒 成为第三个人种 也就是我们组成了一个 叫做新人 新的群体 这个新的群体 使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 一个新的创造 这个新的群体 在后来我们就知道 它叫做教会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 你我都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会去区分 你是什么种族 你是什么阶级 这个都是被打破的凡理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人 组成一个新的群体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他的身体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彼此是一个和睦的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这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冤仇呢 犹太人跟上帝 有没有冤仇 是有的吗 因为犹太人 前面说了 他只是在肉身上受隔离 犹太人 他们是蒙上帝拣选的族群 可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 法利塞人 他们只是单单的遵守 这些律法规条 他们对上帝 没有真正的信靠和敬畏 所以他们仍然需要悔改 这就是耶稣基督被定十字架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耶稣要法利塞人悔改 他们是需要蒙拯救的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犹太人得罪神 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了 外邦人得罪神 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了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 借着十字架成为一个新人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远处的人指的就是外邦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近处的人指的就是犹太人 这一个新人 这一个归为一体的一体 就是教会 教会就来传福音 给外邦人 也给犹太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以进到父面前 借着他 他指的是耶稣 借着圣灵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是三位一体的工作 对不对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就是前面讲的 之前与基督无关 现在有了 我们得着拯救了 之前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现在不是 是与圣徒同国 就约我们读到的这些 亚伯拉罕 以赛亚各等等 就是我们跟他在一起 台语叫做港国 就是我们是一伙的 我们是一起的 是神家里的人 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 这是何等大的尊荣 我们过去是完全没有的 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所应许的诸约上 是局外人 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现在我们都有了 是在神家里的人 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和先知指的就是 新约跟旧约的启示 在这个上帝启示的根基上面 由基督耶稣 自己为仿角石 仿角石当时候盖房子的 第一块石头就是仿角石 这个仿角石要特别的大 特别的方正 它的平行跟垂直 就按着这个仿角石盖上去 如果这个仿角石斜斜的 盖起来房子就会斜掉了 那既然耶稣基督是仿角石 所以盖起来的这个家 就非常的稳固 就是在整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面 被建造起来 各房靠它联络的核实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原来这里是一个建造圣殿的 一个图像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小石头 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然后在耶稣基督 自己为房角石上面开始盖造上来 各房靠它就靠着主 联络的核实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它同辈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块小石头 然后彼此靠在一起 彼此建立在一起 不管是犹太人 不管是希腊人 不管是台湾人 不管是哪一国家的人 盖在一起 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成为神的家 我们就是神的家 是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它最主要的信息在于 两下何为一 这里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那这个冤仇主要当然是指着我们得罪神 在当时候也有很多的规条 是指着排斥外邦人 排斥非犹太人的这些规条 那总的来讲 它要表达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跟你很不一样 我们可能来自于两个 彼此有这个世仇的家族 结果那我们两个 各自在求学过程工作的里面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在属灵的真理上面 我们是合一的 我们是弟兄姐妹 那我们就必须按照属灵的事实 因为我们已经合一了 我得罪神 我借着十字架与神 你得罪神 你借着十字架与神 所以我们成为一体 在属灵的事实上 我们是一体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了 我们就是很亲近的弟兄姐妹 而我们就是主的圣殿 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那我们过去的仇恨跟伤害呢 这里的挑战是 耶稣的主权 必须大过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 张力冲突 差异伤害等等 基督徒或者说教会 必须能够活出耶稣的这个合一的主权 合一的事实 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教导 其实是很 我们很熟悉的 就两下合二为一嘛 没有错嘛 你成为基督徒 我成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应当是一个一体 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 我们就会看到 它非常的有挑战了 比如说在台湾 在政治上 有蓝跟绿 但是支持蓝 支持绿 或者现在有这个白等等 你支持不同的政党 可是两方都是基督徒 那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是合一的 可是我们可能在政治上 吵得不可开交 之前同婚的议题 台湾的社会也拉扯 在香港也是 之前的这种政治 各样的经济的变化 教会内部也有很大的拉扯 求主帮助我们 更多看重这个合一 我们讲到的 包含国家种族 各方面 但是很可能 让你最痛苦 最有张力的可能 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可能是你的家人 我最近听到一个比喻 我觉得蛮好 他提到有一个数字 是6 我从这边看是6 从你的角度来看 它变成9 对不对 那对我来讲 我看到的事实就是6 对你来讲 你看到的事实就是9 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两个都看错了 他可能是一个小邪的G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得留意 我们很容易在 各样的议题当中 选边站 当我们选边站的时候 我们就会合理化 对另外一方面 各样的攻击和打压 我们就会失去一个 尝试的判断能力 使得很多的伤害 我们会变成一种加害者 让伤害越发的加剧 我看到的是6 你看到的是9 但可能它是G G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God 就是上帝 我认为我是对的 你认为你是对的 那么上帝认为呢 上帝认为什么是对的 我们会觉得我是对的 所以上帝要站在我这边 但是更多时候 我们应当想的是 上帝 我有没有站在你那边 你是蓝 我是绿 如果我们继续在信仰里面 我们可能政治上很不一样 那结果我们脸红脖子出 吵架 可是你知道吗 在将来我们两个 要一起在天上敬拜上帝的 也就是说 是不是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 我们彼此都可以多一些体谅 彼此多一些倾听 彼此多一些拥抱 彼此能够为了对方多一些着想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 很好的比喻跟教导 求主帮助我们 确实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看的是对的 事实上你看到真的就是六 真的就是九 但是因为角度的不同 我们看到就完全相反 而也有可能我们两个都看错了 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眼光 来看这整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 我们需要保持谦卑 而上帝的主权 上帝合一 我们是一个新人 我们是一个一体 整体 我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行 求主帮助我们 依靠上帝的恩典 能够去拆毁 每一个中间隔断的墙 耶稣基督已经废掉冤仇 为什么我们还要把这个墙 给组起来 上帝拆掉的 我们为什么要再建立 但是很难 求主让我们保持谦卑 最后我们一起祷告 主 求你怜悯我们 你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但是我们却一直 在盖造这个墙 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圈 我们有自己的诉求 主 真的不容易 因为当我们选边站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我们在为真理 打那美好的仗 我们盼望你站在我们这边 主 求你帮助我们 是站在你那边 你让我们有更大的谦卑 让我们更多彼此 倾听和理解 主 真的不容易 面对 在这个世代 有各样的议题 主 你让你的教会 在这些差异当中 仍然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